新书快报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抗地球暖化 有很多方法 你知道吗 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平常就可以做 而且它的效果超好的 那就是只要全世界的人都减少食物浪费 它不但可以大量的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而且它在所有那种方法当中排行非常前面 谁在做这种排行 我们今天让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个 上百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报告书 书名叫做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为您请到的是台唐秘书处的副处长肖光宏 来为我们介绍 光宏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讲到吃这件事情 我一直以为说我们只要吃素 好像就可以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但这本书我看到说吓了一跳 原来减少食物浪费 它的效果更好 而且它在整体的100招里头 它排前三名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说竟然有人在做这种排行榜 那它这个排行榜怎么算 可不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 这个排行榜 其实它是根据大概四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经济效益 第二个是这个方法的执行的速度 还有就是说 它对社会创造的利益出来 其中最具象的就是说 大气中能够隔离或消除温室气体 可是因为它要排行 所以应该有一定的标准 我看到这些科学家还蛮严谨的 它每一个方法里头 它都会有算说 我们投多少钱进去 没错 30年之后 会多少 对没有错 所以它事实上是有一些利润根据 好 很厉害的 就是这些科学家 它每一篇都让我大开眼界 很多都是 我没有想过的方法 但是当然还有一部分是 我们平常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我也很好奇 说台糖跟这个书 感觉起来好像有点距离 不晓得 你们是怎么参与到这个计划 台湾公司本来不太是从事出版 也应该是重视种甘蔗 色酸砂糖 养猪 重兰花 那因为我们公司这两年在转型推力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中有很重要因素 就是希望资源不要浪费 所以大概是两年前我们董事长 黄云生先生 他知道这本书之后 他觉得很有趣 而且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在做了 他觉得应该推广给我们国人 所以他就叫我们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所以我们很快就取得中文版权 然后就翻译 然后就上市 就是因为你们台湾也在做了一些 有点类似的事情 所以还蛮好奇的 这本书因为100兆 抗暖化 我想里面有一些是我注意到 可能跟你们已经有在做有关 比如说你们在做早气发电 然后还有你们有一个砂轮建筑计划 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那种 废弃物的转换成能源的方法 跟那种零耗能的建筑 你们跟这本书里头介绍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 或比较相同的地方 我先讲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这本书里面讲到说 太阳能农场 其实这个普遍大家都在做 那汤公司本身也有在做 那气垫公升将废弃物转换成绿能 其实汤厂里面所产生的电力 通通是用浙渣燃烧发电 所以它也是气垫公升 其中还有一个净零耗能建筑 汤公司现在也规划在高铁的台南站附近 要盖个绿能建筑 它里面所有使用的耗材 都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它是用租赁的 绝对不是说我们想买县城来弄 那现在正在规划中很多人都很瞩目 那还有就是一个LED照明 太阳公司现在登具也都不用买的 都是用租赁的 因为你租赁之后 租赁公司也会拿出最好的照明设备给我们 那这样的话它减少它的耗损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很新的一个观念 那刚好书中都有提 您所推的这本书 反转地球暖化100兆 里面有很多你们这个企业本来就要在做了 我想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所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我觉得可以提一下 科学家可以制造出一种类似像叶子一样功能的这种方法 他可以把水分离出氢跟氧 那等于就是一种假的叶子 但这个假的叶子功能跟真的叶子是一样的 但是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创新的科技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是听众听得懂 那你觉得又非常兴起有趣的呢 好 我自己本身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对里面的方法一生也很惊奇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这样讲 因为碳公司本身有在造磷 那造磷当然大家都需要吸热减碳 可是它中的灵 造磷的那个磷种 都是台湾的原生种居多 可是这事里面讲到说 其实这样的造磷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你如果真的要真的吸热减碳好的方式的话 是应该种植混合磷 而且它有一个方式叫创造血脂脊髓农法 我觉得这个方式就是碳公司以前没有预见过 简单来讲大家听说 就是你树要种很多种 不要只种一种 而且不是同一块地就种一种树 越多种树它其实吸热减碳的功能越好 那看起来根本就不应该用造磷 应该让它自己长 它就会跟那种砸一砸吧的树 通通的混在一起 可是因为通常树木在五年到十年间 那个吸热减碳是最强 可是过了大概十年五年之后 它的功能地减 所以通常都是还是要抒发 所以讲那个抗暖化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这本书名叫做 反转地球暖化100兆 这100兆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是他以人物为核心来做报道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有一张照片 简单的说 他就是一个法国的人权律师 而且他兼一个牧师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去阻挡雨林的开发 结果被那个地主就很恨他 据说要暗杀他的价码 有3.8万美元 这么高 书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比较有趣的 以人物为主的 跟抗暖化有关的故事呢 其实我觉得推出本书的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因为他叫Paul Hawken 然后我们本来也有计划想邀请他到台湾来 但是他实在太忙了 他一堂公司会出出本书 我个人认为最疯狂应该是我们董事长 他觉得说谈公司可以出书 那我谈公司根本没有像这样的业务 可是我还是出了 然后才有这个机会推广给大家 我觉得最有趣的根本有疯狂idea是我们董事长 你顺便听你们公司打个广告 因为我鼓励大家看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我上次说把这本书认为是科学的 它是环保初级 事实上他讲地球暖化 他更具有人文 所以我觉得他是集合新鲜有趣 而且那种方式让你大开眼界 既然你讲到你们董事长疯狂的想法 所以才出了这本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我看到一个尤其台湾应该很重视的是跟水稻种植有关的 其实种水稻它也会排碳 而且排的还蛮多的 在所有的农作物里头它排的比例也算蛮高的 大概占了10% 那如果是甲碗大概就70%到18%左右 所以后来有一些人去改善种稻的方法 让它降低排碳 我觉得这倒是很多人应该会很有兴趣的 其实它里面书叫这种方式叫SRI 我们中文讲说水稻强化的栽培系统 其实它简单讲就归纳成三个 就是央苗的遗址 然后水分 所有水分就是说它要干湿交替 通常我们讲说水稻中在水里面 它的想法不是这样子 它是因为说适时的时候让它干汗也是一种方式 最后是杂草的处理 你如果彻底实实化 你种水稻的排碳风势会超乎你的想象 真的很难想象 比较干 那我们怎么会叫水稻 而且它那个杂草可能是需要你用手拔的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样它就可以减少排碳 而且听说收成还蛮好的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其实有些都可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跟我们比较遥远 这本书有很多是我们随手就可以做的事情 那种什么骑脚踏车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建议的 既然100招 我想说不是每一招 我们都一定要很认真去认识了解 因为有些东西太科学了 那我简单举六个 几乎平常日子就可以做得到的 其中刚主持人讲说排名第三名的那个减少食物浪费 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去看一下 如果你到吃到饱餐厅 你是不是都在浪费食物呢 是不是都每次都有把它吃得很干净 那其中还有一个叫多吃蔬果 它是排名第四名 可能动物类或是肉类东西的话 它的碳量比较高 所以它就会多吃蔬果 那还有第三种 我会推荐给大家就是说 选用电动汽车 那它是排名第26名 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它也是一种方式 那最后我再介绍就是说 希望家庭能够节水 以及回收家庭废弃物 这六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平常都可以做得到 我看完这个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之后我就决定 以后不吃吃到饱了 但是我想你应该也有个决定 你想要做什么呢 对我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浪费食物者 所以我现在开始我也觉得 吃到饱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把自己吃到饱之后 我好像对身体也不是都挺健康 又觉得好像在浪费地球的资源 所以我开始也在反思这件事情 希望所有人看这个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除了学到新的知识之外 最重要是找到一个你可以做的方法 帮助地球对抗暖化 今天非常谢谢台糖秘书处副处长肖光宏 光宏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介绍这本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谢谢光宏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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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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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